各位中时电子报的读者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杜梓辰 我今天想跟大家谈一个题目 是3月20号的一则新闻 在这新闻里面提到就是说 那么台积电有可能到美国去设厂 那么他想要设的是一个3奈米的工厂 可以算是一个最先进的一个工厂 那么我们的政府听到这则消息之后 立刻就派出了我们两位部长 那么去说服张忠谋先生 希望台积电能够留在台湾 继续设厂 我想从这个消息上面 我们初期看到的是说 我们政府为了担心我们企业的出走 尤其是像这种标杆企业台积电 那么我们希望能够让好企业能够留在台湾 那么同时这些官员们 他们主要是分析是说 台积电之所以会离开台湾 或者是想到美国去设厂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土地水 或者是环平的问题 我个人的看法跟他们有所不同 我想台积电今天已经变成一个世界级的公司 那么事实上它要考虑的经营的策略 那么需要多面向 除了它对于台湾本地的产业 那么左右贡献 对于台湾整个资讯通讯的这个产业非常重要以外 台积电本身也必须要在世界市场上面 跟它的竞争者 尤其是三星 Intel这些公司 一较长短 大家都知道台积电是世界上晶圆 那么制造代工最大的公司 那么它的主要客户 主要是像苹果 像这个高通 像这种全世界顶级的公司 这些顶级的公司 他们需要制作一些顶级的IC 那么需要透过台积电的先进制程 台积电目前在10奈米的部分 已经可以量产 但是它未来要朝向5奈米 朝向3奈米继续的进步 那么最主要的原因是说 我们现在很多的3C的产品 在未来需要靠这些先进的技术来支持 但是基本上台积电面对的竞争 那么以三星为例 事实上是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 三星本身在美国就有设厂 同时三星非常积极的在争取 台积电的墙角的这个主要企业 像这个苹果 像这个美国的通讯大厂高通 那么美国的这个高通公司 事实上就在过去的几个礼拜当中 它宣布了它的最新的产品 骁龙325 那么主要是交给这个三星来代工 那么三星利用它在美国工厂的优势 那么取得了这笔订单 所以如果我们大家都希望台积电变成一个世界级的公司 事实上我们的政府应该从台积电的未来的发展 全球的视野 还有它跟竞争者之间的相对优势来考虑这个问题 那么台积电未来 不管是在中国大陆 或者是在美国继续设厂 它主要的目的是希望服务 就近服务它的大客户 同时也可以在当地取用一些人才 在当地跟一些其他的最新科技 像物联网 像无人车 这些相关的一些技术的发展 能够产生一些更直接的连接 这样才能够成就台湾的一个 唯一的一个全世界级的公司 所以我认为 我们如果政府希望台湾的产业 能够发展成为世界顶尖的企业 我们不能够爱之事以害之也 我们不能够强留他们把所有的设厂都设在台湾 虽然台湾的土地跟水 可以提供给他们当作优先的选择 但是他们可以到其他的有养分的土地上面 那么产生一些价值链 比如说刚刚讲了 它可以跟新的科技 像物联网的一些技术伙伴 像这个无人驾驶车的技术伙伴 能够产生一些更直接的地理上面的一些关系 对于台积电的这个全球发展是有绝对的帮助的 所以我在此呼吁我们的国人 还有我们的政府 不要担心像台积电这样优秀的公司 那么它到全球去布局 相反的 我们更应该鼓励台湾优秀的公司 能够到全球 用全球的财力 全球的人才 全球的技术 成就一些台湾能够值得骄傲的一些世界级的顶尖企业 如果我们台湾能够出五家到十家 像台积电这样的公司 而且可以到全球去做一个完善的布局 那么我们台湾何愁我们自己的经济不发展 何愁我们这个 等于我们的这个学生没有未来发展的机会 那么这个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